你问我说 我说 对不起 杨总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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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个变的你妈的吧 你在哪里呢 你妈 你哭 要打你妈的 我妈的干什么 你怎么犯下了 认错认错 你这都打我姐了 听不懂 我打你有用吗 我现在给你装走 知道吗 你问我 你往下都弄过去 嗯 对不起 看我一个 你刚才装我咋了吗 我想怕你 是吧 你起来 我眼里小 你起来 你眼里小 你起来吗 我把我放过去吗 我把我放过去吗 我把我放过去 我把我放过去 年轻不是错误 知道吗 你听得懂事儿 这是我没有警告 咋的 啊 你忙着 29号凌晨4点 有两个主管备奏 然后还有两个服务员 这个杨森呢 就冲到了我们宿舍 因为这个罗潮的问题 他过来罚我们管 三个主管一人罚一千吧 后来有一个那个主管啊 就过去问了他一下 然后这个杨森吧 就是态度很嚣张嘛 上去就 就已经开始打人了 宿舍的话监控只有走廊有监控 但是走廊呢看不见那个整个事情 事情的经过 他只能看见一个尾部 大嘴巴巴就已经糊上了 抛着头发就开始打脸 逼他下跪 被殴打的过程当中求饶 但是也没管用 这严谨这个小孩是 也是被打了大概有差不多小时 十下吧 然后还有周晨 他录音了被发现了 把他的手机抢过去了 然后打了他两个大嘴巴巴 直接把手机当场就砸碎 砸碎了他拿走了 他并没有说把砸碎的手机给我们 吃饱完的话 大概已经是快五点了 我们跑出去再报的警 将近快六点了 前有两个歌手的事件 又对我身边的同事 进行殴打与恐吓 五点就是黑恶势力嘛 谁不害怕 字幕志愿者 贾西梁 字幕志愿者 贾西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